陳彥從去年 其實下半年開始 元宇宙就是整個投資市場 最夯的這個關鍵字 包括連這個臉書的母公司 都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改名叫META 現在延調機構也預估說 到了今年AR跟VR設備的出貨量 可以達到一千四百一十九萬臺 比去年大幅增加了四成三 那麼預估到了二零五年 全球虛擬實際應用的內容市場規模 甚至會高達八十三點一億美元 對 其實基本上 如果我們把元宇宙區分 我就講幾個部分就好 第一個就是我要進入這個平台 那第二個就是幫助我 進入平台的環境 第三個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我要進入這個平台 我要有個任意門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硬體設備 那這個硬體設備 其實讓我們進入了這個環境 我們其實可以來感受一下 這中間的一個差異 過去大家都說 元宇宙到底能夠帶來什麼樣 你今天戴上這個頭盔 你看我今天可以用一個虛擬的分身 這個分身可以跟我自己長的一樣 我可以換衣服 我可以看這個 在各種換風景 甚至更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我今天講 我把元宇宙的這個概念 切入到遊戲的時候 我怎麼把它變成一個 運動的一個概念 你如果說今天兩個人 我們兩個都戴上這個 元宇宙的頭盔 我們互相來打拳擊 那可以做到一個什麼程度 你說沒有什麼 就是我戴著 你戴著 然後可能有這個畫面 可是你看畫面上 他這個兩個人在幹嘛 就在完全擊 這個是龜派氣功 那個是火球的發射 而且互相又不會受傷 對不對 我揍你再怎麼用力 那只是那個球 可是我會有感受 我必須要散 他其實是一種沉浸式的體驗 完全都可以感受 我們在外面的人可能不能理解 甚至你說我今天要做健身 很多人就說我跟著畫面動 我的肌肉感受不到那個失利點 可是你今天用這樣的一個設備 搭配我全方位下平面的一個滾輪 其實我可以做到 到處行走的一個概念 我可以在這個範圍內 甚至我的肌肉 可以感受到那一種失利 甚至我可以參與各種 真正的軍事遊戲 然後身體的那種撞擊跟衝擊 這個想到都讓我 都非常的興奮 更重要的事情是現階段 大家在整個沉浸式體驗當中 強調一個叫觸感 那如果以觸感來講 其實手的觸感是相當的一個靈敏 所以大部分我們都以手的觸感為主 不論剛才我們在畫面上 看到頭盔以後 他拿到了一個類似 這個槓鈴的設備或什麼 但現在有個新的一個很有趣的 一個輔助產品出來 它是一個超音波的一個設備 當你把手放在這個 很像我們講那個磅秤 或是電磁爐這個東西上面 然後你把手放在上面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超音波 那我可以感受到超音波 其實我就可以跟這個東西 遊戲去結合 譬如說我今天開會 最後我們兩個要握手 怎麼握手 我們兩個手伸過去 然後怎麼樣 沒有感覺 我只能看到畫面 可是透過這個超音波 我可以感受到 對方的手跟我握的 實際的一個感覺 會有溫度嗎 有實際的感受嗎 基本上超音波 你就會有溫度 有觸感的對不對 好 再來就是說 我可以透過這個設計下棋的遊戲 我跟你下棋 我可以感受到 我拿到棋子的感覺 對不對 透過這個超音波 它可以衍生非常非常多的 這種感受 所以就是說 不只是滿足視覺 它可以複製口腔的觸感 也可以刷牙 沒錯 因為更重要的體驗 除了觸覺以外 其實有做一個 這個調查顯示 就是說如果嘴巴的觸覺 能夠增加 那其實整個感受會更好 當然我們不要談到太深 什麼動作愛情這種概念 我們就是說 譬如說今天下雨 雨滴 曾經我帶我小朋友去看一個 4滴還5滴的電影 我就問他說 怎麼做到4滴5滴 他說會有風嗎 一面的感覺 甚至最後我兒子嚇到發燒 為什麼 因為那個蜘蛛爬上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感覺到 蜘蛛真的爬到我們臉上 有 會有那種什麼蜘蛛 就是你會有那種毛茸茸的感覺 結果他看完那部電影就發燒了 然後就是他嚇到了 所以他就把4滴跟5滴的感受 帶在一起這種沉浸式 所以其實這樣的一個體驗 所以你看他的這個裝置 他一樣把超音波 裝在這個頭盔的一個上方 讓你能夠跟超音波之間有個結合 所以你的嘴巴就會有感受 比如說下雨的感覺 甚至當然未來 比如說你假設遠距離戀愛 這時候你可能跟對方有一些接觸 提升更高 甚至你要做這個生活的體驗刷牙或什麼 當然我覺得重點是什麼 整個硬體設施帶進來 整個元宇宙之後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你怎麼在這個裡面去生活去支付 所以我們剛才一開始看到的NFT 或區塊鏈這些的應用 其實它變成一個大產業的一個整合 這個也是為什麼剛才斐魚你講到 為什麼Meta 臉書要改名叫Meta 要切入這個部分 甚至台灣有很多的廠商 包括宏達電等等 都要切入這個領域 因為頭盔 不只是頭盔 它就是一個讓我們進入元宇宙的 任意門 如果這樣講 大家就會越來越理解 所以我們說到這個元宇宙的商機 現在大家都要去搶這一塊 那它所要運用到的技術 會不會是半導體下一塊的 這個注入新的活力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 大K今天要分享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 那希望大家持續支持我們 加入訂閱 成為我們財經大白化的一員 一起在股市中成長 不管你是財經小白 還是投資老手 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 一樣長